Hello 大家好 回到3月11日的新聞聯播 有我子晴和大師在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要聞 都是講回疫情方面的問題 看回我們的政府 之前前幾天 大師也有講過警暴系統 現在將伊麗莎白醫院 轉為定點救治醫院 也請了中央醫療隊 陸陸續續來到香港 也設立了很多隔離措施 似乎政府昨天衛生防護中心都說 疫情似乎見頂 有些人覺得 他說這句話是否真的有根據 因為現在 說真的每天確診的人數 都仍有三萬多至五萬 加上情報系統 網上平台 另外還有 每天的死亡人數都是200至300 而且死亡的情況 已經超越了其他國家 英國 美國 高峰期 其實香港突然間 好像急轉直下那段時間 其實看到那個情況 還好像 昨天幾多 昨天加上那個確診 那個網上平台 都是五萬多的 昨天都是五萬多的 昨天都是五萬多的 即是他見頂 但沒有下去 你如果每天 你不要說多 每天有萬多 你都死定了 即是是可能見頂 但問題是 不是你見頂就可以 即是 那時候 記不記得有幾百個 都爬爬聲 一兩百個都爬爬聲 現在是幾萬 大家不要開玩笑 那叫做見頂 即是 不要開玩笑 那你每天十萬個見頂 但這些不是叫見頂 即是不要說這些計畫 那些 其實現在暫時 本港就累積了五十五萬宗 實際上應該是 他都估計 實際上一百多萬 因為很多人 很多人 感染了都不報 因為都沒有用 感染了報 就捉過彎就死了 其實現在就好像說 要嚴正處事 即是一些沒有報的人 那怎麼看呢 哇 你抓幾百 一百萬人坐牢 是嗎 是呀 好呀 我沒事 不關我事 沒有報 是呀好 快點抓 傻的 傻的 因為我們前幾天都說過 我懷疑 我懷疑 那些高官全部都中了 是 你說 他們老婆中了 司機中了 自己說沒有中 因為老婆在旁邊 你信不信 就是 逐個司機 消毒量炎 中國抗體 拿去坐牢 沒問題 高官行先 明白嗎 老婆有事 司機有事 嗯 你說你自己沒事 只不過是因為隔離 因為這樣 因為怕有事 隔離 你信不信 他可能是自己閉關 可能 我就不太相信 除非你老婆說 其實我跟老婆感情很差 我每天都在我的情婦 我的兒子睡 那你又不一樣 是不是真的 不是 我真的 我跟老婆完全沒有做任何親密接觸 我真的只在兒子裡 OK 那我就相信你 對嗎 但司機也有事 不是司機車老婆 我自己其實都是正機機開車出去 那我可能會好一點 如果不是怎麼會沒有 而且現在不是一個半個官員 是幾十個官員全部都中了 你那些外匠全部都去哪 什麼陳凡 丘騰華 你得權都去哪 全部都去哪 全部都失蹤 是不是 真的不要說 真的 罵我都無謂 現在真的 說到死亡人數之後 其實 人們都說 醫護的醫療系統 就崩潰的狀態 為什麼前兩天有一個緊急訊號 就是伊利沙巴現在是重災區 高峰期其實都有三百至四百個病人滯留 現在呢 那些前線是直接說到說 有幾件圍體 圍著自己的了 這樣 還要救人 那他就 昨天就在一個記者會 伊利沙巴醫院的急診室主管何曉輝 他就在會議上突然忍不住哭 是否首次有這麼多 來大陸醫護 怕什麼 來大陸醫護 你們為什麼不讓大陸醫護來 那你自己拿來衰 來大陸醫護 起了荒瘡 是不是才叫大陸醫護來 叫中醫療 你自己衰 自己要抱著 你自己要抱著 什麼東西都不讓大陸醫護 然後大陸醫護 真的不讓大陸醫護 病人的事 病人才算 我們 病人都不會介意大陸醫護 除非有死硬的黃絲 如果不會介意 好過沒有 好過沒有 有醫護好過沒有醫護 大陸醫護說中醫 那些不可以做的嗎 你自己拿來衰 整班壟斷了 活該死 活該死 你自己閘著 不讓人來 做死他 做死他就讓人讓人可憐 在哭 是不是 哭又哭 有什麼可憐 唉 真是 沒有玩 然後再說 其實現在防護中心 雖然昨天說 可能已經見頂了 但是內地專家 梁萬妍之後 我們前幾天都說過 引述 她之前在研究 會不會進一步 推遲全民檢測 其實之前說三月底 現在都說到 好像四月又未知 確實時間 現在林鄭就 我們政府 昨天就說起 全民檢測 什麼時候 現在人們說 她是招直令改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招令直改 是的 OK 我不知道 其實全民檢測 檢測不檢測 檢測分別 沒有以前那麼大 因為已經爆發了 但問題是檢測了 至少不會繼續爆發 總而言之 有被我們搞的 全民檢測三天就做到 很簡單 調派人手檢測 其實就是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根本上有這麼多檢測劑 因為大陸也有 你只不過 你都說定物流 定物流 幾天都可以假的 我不知道她在搞什麼 所以現在大家都是 我想 我不知道梁萬妍在搞什麼 就是 她被林鄭控制了 還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很難搞 她是病毒專家 她是那些什麼專家 防疫組組長 當初的時候 你知道想一件事 就是武漢很快自己都決定到了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為什麼搞那麼久 現在其實你已經是封了城了 等於 是的 他們一定要把所有的流程定了 慢慢 大家早上每天開兩個鐘頭會 然後再炒股票 或者一個人的會 然後就算了 如果你壓迫她 她會快很多 這些事情說得太久 都不用說 是的 明明她下來的時候 才說三月 然後三月米 然後現在又說 不知道改變主意 四月五月 或者不做 她搞不行 她應該搞不行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大家都看到她這幾天 連續幾天 可能都戴著口罩 是的 她就說經過風險評估 所以才帶回 我們又不特別講述 是的 好 之後呢 另外就說一下 我們昨天都是新增了 大家都看到確診人數 還是五萬多 快測那裡也是很多的確診個案 那些人都說 那些人都說 那昨天發營屋就開了 終於就說 喂 現在那些人可以去剪頭髮 那她就排隊了 那張宇人就說 那不如放鬆糖吃吧 反正 你下午 趴早就死了 等大家過得開心一點 死得開心一點 但是五萬人 確診的時候 是不是又適合開堂食呢 好 我覺得適合 因為你開堂食的話 如果四人堂食的話 我想不會太大 不會太大 到了五萬人的時候 大家不太大影響 你那時候 他應該禁的時候 你一次過 你禁了兩個星期 那你就全部事情都搞了 現在你到了現在這個地步的話 你 要是 我覺得應該開堂食 因為開堂食 然後你再 現在不理他了 然後你 譬如說幾天之後 一個星期之後 就全部禁止了 就全民檢測 封城檢測 那你在封城檢測之前 我讓大家說得開心一點 那些叫做 死之前也吃了一頓雞 你有沒有看那部電影 叫做 是不是《九雲之盲觀》 是不是 臨死之前 臨死之前的時候 臨死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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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餐雞吃 在臨封城之前 也吃了幾餐 吃了幾餐 大家開心一下 整件事 我覺得 張宇人這個說得對 你一天就封城 一天直接封出去 你如果這樣 你不偷不水 有沒有分別 你不偷不擋 你會否給別人吃到六點 或者七點 可以吃到九點 吃到九點 吃到九點 六點吃到九點 九點半 之類的 即是很難搞 譬如過了6時 你想和朋友多說一陣子 都不知道要坐在哪裏 即是很鑑 他就是想你回家 不要聚集 但現在聚集已經是 你現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情況下是沒得防的 即是分別不大 現在到了這個地步 你要直接封城 要直接封城 全民強劍 但我覺得問題就是 他們搞不定過物流 其實物流很容易搞定 因為香港應該有 香港應該有十萬間酒店房間 再加上什麼 你可以騰到二、三十萬 再加上你Space 然後騰到二、三十萬的位置 然後等於一個戰爭狀態 我想你幾天之後籌備好 然後就談到一個戰爭狀態 因為其實不用700萬人全民檢測 那些案子都沒有700萬人檢測港所 其實我們一早已經說了 其實可以是 因為那個檢測能量 你是每天可以測三十萬 所以你可以百五萬檢測 你每天做百五萬檢測 現在封區檢測 即是封科港島區 港島區五天之後就檢測了 即是我們一直都說 這個我們一個月前已經說了 是的 即是一個月前已經說了 港島區五天檢測 接著九龍 接著九龍 可能九龍分兩區 還有九龍東、九龍西 接著之後其實幾天都檢測了 很多人帶那些人說700萬人檢測 其實這樣就不用700萬人 都是笨的 就是笨的 即是在那裡說來說來說來都不到位置 我們已經將整個流程都說出來 我們將整個流程究竟怎麼搞都說出來 即是沒有人說700萬人吃飯 700萬人什麼 我們在一個月前的時候寫了 大概是發表了大概是七八千字 在四份報紙上也說過 即是我覺得那件事說得很清楚 不要說那些雞話 即是不要說那些狗不太白的 我們很實在地將那件事說出來 有什麼700萬人吃飯 有什麼那些 不要說那些 我們其實將這件事很清楚 很清楚地分析出來 那個人怎麼做法 用什麼人手 什麼佈局 什麼地方 我們全部都說出來 是的 大家可以留意之前 其實我們都拍過一些節目 還有大師都說過 之前用身份證去分流是很低B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搶到這樣 用身份證 我們說了 因為五天之後 你開港島區 已經等於是 等於是香港整個費 整個什麼能夠出到 而那五天之中 你有兩天是假期來的 有星期來的 如果是新年的時候做 在我們新年的時候做 已經搞定了 新年的時候其實你都放 五天假 上新的假 拖得太久了 其實一天假都不放 你可以一天假都不放 你就已經開港島區了 已經搞定了港島區 問題就是他們 他們是 狠狂 或者市民都狠狂 現在不會 你不會說這些廢話 好啊 接著說回剛才 我們不是說剪頭髮開的 昨天也是大排長龍 我等一會兒 是的 難道大師又要再剷車 不是 因為他出來這些 是很快的 真的 你不是 旁邊的那些要修剪 旁邊的那些要修剪 即是你有些要留場 有些要收錢 有些要收 如果說扎人司機 他 他 不如扮流淑 扮潮水 扮滄桑 其實我說 其實流淑 流淑還是長久一點 是 沒錯 但是有些人說 其實開放 有些發營師不想 因為我身邊有個朋友 跟我說 他上門去剪 還好穩 在那裏 不斷幫人剪 我的發營師也是這樣說 是的 我的發營師也是這樣說 都是這樣說 但是不是這麼多個學驗 你以為是高級 高級 其實每次都可以上門 如果你那個什麼 你如果現在習慣了 你都繼續開心 不是每個人都會去 光顧發營師 不是每個人都會去 光顧發營師 不是每個人都會去光顧 今時今日還是很難很害怕 我認識那些有錢 有錢人很多都不出街 而且都不讓菲傭出街 不讓他們放棄 是的 那你見到 是的 我那個人就穿了草 很慘 穿了草是什麼意思 真的 他敲他門 他敲他門 他沒有認到 原來已經是趁假期的時候出走了 那麽大的 他就印容 印容很多 我記得以前 我朋友夏凡在家裡 夏凡在家裡 我朋友夏凡在家裡 那個女子 印容就叫Annie 我叫A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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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e Are you ok Annie Are you ok Annie 你有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聽過 那首歌 Annie are you ok 他自己走 他自己走了 他長早走了 不知道 現在都不知道 你唯有報了 失蹤人口 不是吧 很誇張 是的 沒錯 好 我們又說一下 其實他們昨天展發 每個人都打了一針 和安心出行 其實這個有沒有用呢 多少都有用的 疫苗通行證 多少都有用的 但是 我想安心出行 你已經沒有用的 是 是 安心出行 今時今日還有用的 現在都還在那裏 我們都還去餐廳 安心出行 然後說回 其實政府都是期望 通關解禁 就是解除禁飛 之前其實都說 有九個國家 是不給飛 還有很多 大家現在都在研究究竟 在什麼時候可以開 這個 給人去飛回來 這個有用的 就是我講 你與病毒共存的話 人家就不讓你來的 你只有清零 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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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有清零人家 才可以讓你到處去 你在病毒共存 那些人不讓你到處去 經常想著 跟外國通了 要病毒共存 都傻的 現在人家不讓你來的 對嗎 是吧 你要病毒共存 人家不讓你來的 如果你是清零的話 你清零的話 你就是什麼 現在人家 這樣人家就不給你了 就是 都笨笨笨的 現在是不是更差 嗯 那現在你覺得 是沒有計劃可以開回 我想很難 我想很難 人家很難接受你 你這麼多 你病毒進來 這些不是叫病毒共存 是 你一定是你自己清了 那時候 你自己什麼 人家就任你進來的 人家很歡迎你入境 因為你自己清零 人家很歡迎你入境 最多你回來香港的時候 有問題 但是去到別的地方 一定沒問題 但是如果不清零 只是按下疫情 可能只有幾千人 幾千人不是叫低 當時有百多人 對 你一定要清零 只有幾個人 於是那些人就讓你進來 就會覺得 好 當你的患病率這麼高 感染率確診這麼高 的時候 沒有人會讓你進來 沒有正常國家會讓你進來 沒錯 所以清零就是為了 清零就是為了你可以開放 沒錯 是的 按下第五波疫情 他經常想著 不是啊 我任多些人生 我不會的 他人贏 即是不科學 沒錯 好 我們今天的耀文說了這麼多 多謝大家 Hello 大家好 回到來我們3月11號的講問 有我子晴和大師 幸好這個世界有天眼 否則抓不到太古廣場 即是前兩天 即是晚上就發生了這個企圖謀殺案 原來那個疑空 我看過他閉路電視不覺 以為他五十歲或者四十幾歲的阿叔 但是誰知道原來是一個二十三歲的一個男子 那就是把一個七十歲的一個男子 也都是枯勻了 也都是隨後就襲擊他 現在都還是偽袋 他不認識他的 嗯 不認識的 Samuel 的新聞比你少 我看了很多 是啊 你說你弄了兩個小時 差不多 我真的要看很多 為什麼今天這麼多 這麼有空 不是啊 是因為真的很多新聞 大家都看到可能星期五是比較多 星期一是比較少 嗯 是的 那些人就說 在煤窩碼頭抓到他的重案組 那他懷疑他有個精神病的紀錄和行兇的動機 我懷疑他未搞到行兇動機 應該是 未搞到行兇動機 沒錯 見到他突然間殺了 不是殺的 即是他未真正式死亡 但現在都命圓一線 這個七十歲的男子 到現在都未清醒 未知道為什麼 跟著之後 除了這個這麼瘋的事情之外 這幾天大家都應該有看到 就是一個 笨賊打劫食屎落大 即是落網了 那他就 話說 他就在一個 葵涌的一間 賣米線 即是一些粉麵店 他就拿起一個 鍋 就是戒刀 上前就在他的收銀機上 叫他跟他說 喂 打劫啊 這樣 然後那個男人 他很淡定 這個葵涌哥 他就說 哇 打劫都這麼柔 拿一支 這樣的 掘刀 即是用過的 都真的沒有什麼殺傷力 他覺得 那一個人就馬上拿去 拿去什麼 立刻抓 他不得空 他不得空 他出來那個 即是 這個人來得很空 打劫啊 他這樣 他這樣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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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啊 大哥 那條片 你不是看那條片 呀 傻了 大哥 那你真是不知道怎麼搞 但是那個最慘 就是那個 其實是股票從業員 是啊 那些人說他是證券行 失業了 現在證券行是很慘 我告訴你 長期復約 我也長期復約 我也是做證券做不行 我長期復約 你復什麼藥啊 啊 膽固神 蛤 是不是因為飲食不定時啊 或者… 吃得太多肥膩的東西 是 所以我… 所以… 所以我其實不吃得肥膩的東西 是 但是其實我也是照吃 是 那個… 其實膽固神是 小小超標 嗯 那個醫生說 嗯 他說其實現在你沒事的 不過你過五年 你可能要回來 回來找到通波仔的了 嗯 就是現在沒事的 那不如現在你先吃好藥 那五年之後 你就不用再通波仔 那三年都好 現在先吃好 至少是十年之後才通波仔 所以現在先頂住 嗯嗯 哈哈哈哈 那現在其實社會上面都很多這些人 說說前那陣子有個朋友就說出街 都見到 就是前面有個人就被人打劫 拿走了個錢包 直接跑走了 都可能追不回來 香港那個治安是有少少低落了 很無疑問 因為那個… 大家的守法意識是強的 大家都違法達義 你知道你明白 就是我沒有錢 我打劫你 那就是一個公義 哈哈 違法達義 哈哈哈哈 就是之類的 對不對 就是違法達義 就是劫故製貧技師 首先就是我自己 哈哈哈哈 就是現在大家對於警察 因為大家很多人 就是至少是有些黃絲 他們都對於警察那個image 就比較低一點 所以大家就說了 不是很實利 所以大家 就是既然我都 既然我都出得來 出得來擾了 那就 出得來反政府了 那我想都不介意打劫 嗯 是的 就是很多這些這樣的 就是責任啊 那些情況 大家也看到 所以小心一點 嗯 好啊 接著之後另外我們又看看 就是 有個 這個其實都很小 但是這些事情都可能都很麻煩 話說在屯馬線上 有兩個男子 因為咳嗽就大打出手了 即是 咳嗽兩聲 現在都好像 好… 我都有時候覺得很辛苦 在地鐵上咳嗽一下 但是真的 無緣無故 可能那些人就會 會閃開 是的 我也經常咳嗽 所以很麻煩 但是你起碼自己開車 沒有辦法 沒錯 沒有那麼多這些 是的 那接著之後 另外就 有現在暫時 我們都有五十幾萬人確診 其實 只有千多人是得到這個援助金 即是之前說 哇快點去申報啦 你中了 那麼快點去 拿五千元的欣述的現金津貼 但是其實 似乎都是得過 千多人獲助而已 我相信都不會太多人獲助的 為什麼呢 其實確診有這麼多人 確診有這麼多人 但是因為你想申請 那些 我想會有麻煩 是的 所以都是等派錢比較好些 等那個 政府都不想 政府等於它有那個 什麼基金 有那個 類似是打針出現問題的基金 但是它為了不想讓你 覺得打針有副作用 所以那個基金都是不派錢的 所以很多這樣的情況 這個政府都 我不懂得怎麼說 是 AO黨 AO黨 現在被人罵了 現在被人罵到反逃了 嗯 是的 我也不知道 前兩天我們都還在說 就是說 為什麼有些官員不見了 是 然後另外 剛才都說 疫情之下 很多騙案 打劫 行兇的事情 你看到電話騙徒 其實都是喜歡作故事 找到的 昨天看到一則新聞 就是 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 劉國昏 就說 收到一個不明來歷的電話 他一開始就說 想找劉先生 自稱自己是中聯辦的 王秘書長的傳話人 還要聲明自己放心 不是電話騙案來的 這樣 那 這件事怎樣呢 你未講後面的一些 是的 他就 我怕讀得太長 但你都要講 故事都沒有故事 你都沒有故事 你讀到 你講的東西都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一定要讀好故事才行 你都沒有故事在這裏 那個故事就是說 就是 勒索他 就是想叫他給50萬去 你說了那個故事 不要勒索他 你就逐一次讀出來 是的 對方就問他 對常委的位置有沒有興趣 又說 他曾經跟霍啟江議員見面 獲得一筆80萬的服務費 並且轉發一張網上的收據 他收款人是福XX 要求 福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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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X-X-X 是的 總之 因為那些戶口 不會顯示整個名字 他要求 劉先生轉帳50萬去醫生戶口 作為服務費 是的 那究竟有沒有上當呢 就是沒有上當的 那為什麼他可以這麼精密 為什麼呢 你再讀一下 哈哈 我很想 你很長 你都要讀 你的故事 你都不完整的話 你都要讀 OK 他就說 知道那些騙徒 一說劉先生這件事 他就已經 猜到是騙案了 他就 直播的時候 就笑著 知道新兼全國政協的霍啟光 其實是在北京開會 所以他說 我剛剛才見完霍啟光 我肯定這件事是騙案了 OK 那什麼常委50萬這麼便宜 我覺得比較奇怪 我覺得比較奇怪 還有打電話一隻入錢 我覺得就比較奇怪 但是問題就是 都下多少少力 會比較好少力 騙人都騙全套 雖然他都有個入數字 都下多少少力 會好少少 雖然他可能覺得 香港的立法會員很抑握 是的 但是都未抑握到這樣的程度 是的 未抑握到這樣的程度 是的 然後之後 又繼續說回 少少疫情的情況 那現在 那些人就是說 收到隔離令 但是我見有些朋友 傻到 CAP了那個Message出來 哎呀 有收到隔離令 不過我不去 我都不知道去不去 好 收到隔離令 不去好像很麻煩 是啊 所以現在就說 這個很麻煩 而且是可以判監的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判幾個監才說 你判幾個監才說 這個不同 你收到隔離令和同 你確診不報是兩回事 收隔離令是有危險 嗯嗯嗯嗯 是的 這個我都不建議大家 收到隔離令 都要隔離令 如果不是 這個永遠都是什麼 這個是一輩子 嗯 一輩子 所以要小心一點 但是香港就這樣 有沒有執法法 而且現在都在說執法 就是 如果你抬工的話 你不去 你去 在檢疫方面 你抬工不肯駁檢疫的話 其實是算 我自己是政府官員 嗯 所以政府官員是開奶的 是啊 很多都是故意抬工 那些是開奶的 嗯 好 那現在就說 鄧炳強就說 就說 如果拒絕配合隔離令的人 就會有機會罰款五千 或者是監禁兩個至六個月的 是啊 那些是監禁 不是說學者 監禁 監禁 不是說學者 監禁 那樣東西可以罰錢 再扣監 但是實際上當然 官員很少會這樣判 嗯 因為現在 但是官很難說 因為現在 官的discretionary power很大 就是他可以任意亂判 是的 因為 因為是沒有量刑委員會 嗯 所以香港 你只要有錢 打官司就是這樣 因為你有錢 你官見到 哎呀啊啊啊 來個資深大狀 很害怕啊 於是乎 就會很輕手判 會很輕手判 或者是判沒有罪 如果是來個九五達八的 就 就什麼 就會大獲一些 如果是自便 就要坐牢 所以 到最後 到最後就是 留下的discretionary power很大的時候 就變成是花錢打官司 你就是 很有勢 很有勢 所以就有錢很大勢的方法 所以兩人無疑 據說這些官員都要收稅 但是你也有辦法跟他們交收 大家經常以為那些司法很公正 絕對不是 英式契樂 其實英國才是最腐敗的 美國比較腐敗 美國 接著英國 不是 美國比較腐敗 就不想說英國 很腐敗也很重要 如果現在去隔壁領 除了青衣那邊 原來入住已經八成 前幾天我們才說效率可能很低 但是現在看到那些方艙醫院 起得挺快的 新田又有 另外築高灣 加起來都是六幾萬個位置 加起來都是兩三千 兩三千 起得快有什麼用 現在一天就幾萬 一天就爆你十個廠 如果真的一天爆了 那些人都入不及它 香港很多人他們沒有比例感 你說幾百和幾萬 他們聽不懂分別 真的 你蓋過這條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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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五十億和洗三百億 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分別的 我看見經常很多 那些娛樂記者說 那些娛樂記者說 那個人炒樓就竟賺十五萬 那些娛樂記者 周時都要寫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可笑 他們不清楚什麼叫竟賺 什麼叫做什麼 總而言之寫了一個數 他們不清楚 他們分不清楚 百萬一千萬的分別 如果香港很多人分不清楚 有分別 很多年前有一本書叫做 Pakkinson's law 那一部分應該叫做 Prance and Prance之類 不是 Prance and Prance 總而言之有十條 rule 那裏就有說到 其實那些人都不太知道 那些數字上的分別 很高招呼 然後說另外 另外說回來 阿博 還有其中一個一個 隔離地方 有長者是二十幾天沒有洗澡 他手機永遠都不通 別人打不開 對 手機不通 因為網絡不夠 就有很可能 這手機不通 但是二十幾天不洗澡 我都會想 如果我去到阿博 我會不會洗澡 到達他通常都是要洗澡 你一天衝三次 為了這個疫情 不是 只不過是勤迫症 現在出門口會衝 回到家也會衝 回到家一定要消毒那種衝 所以衝幾次很平常 但是除了去壓波 還有這個疫情 有些人可能會選擇去養和 治療 現在每天養和那邊都提供40個預約的名額 收費其實都不算快 是視像診證 其實收費都不太貴 320至560 中庭 其實養和一向都是高端路線 現在加上視像診證 會不會是另一條 視像是效益一點 其實它對它來說成本再低一點 但是問題 其實還簡單一點 但是問題是你怎麼拿藥 就是你要回去拿藥 望文問切 望都可以的 問 問都可以的 但是問題是你都要回去拿藥 或者可能它不包配藥 我不知道它實際上是怎麼搞的 但是養和現在的生意差很多 以前的時候很多一號生意 以前有時候我在養和做體驗 以前的時候都排隊 今年前上一次做都很少人 那它就說會收取運輸費的 下午就拿藥 下午拿藥 那它也送到你 那也好 那這個養和是一間很好的醫院 還有它的食物都好吃 我有時候在那裡吃飯 養和醫院吃飯 特意出名的 它的飯堂 它的餐廳出名的 竟然是這樣 好 好 那大致上我們再看幾篇 那說回一些不是疫情的問題 大埔兩塊地 改建計劃 明天就會獲成規會通過 會新增4,600個公司型的房屋 近來毫無疑問 那些房子是多了 做多了 因為那些發展商都不敢太離譜 所以都出了房子 覺得民分太高 所以就出多一些房子 但是問題是 他們說那些幾多火 其實沒有意義 因為 沒有特別說到每火幾多尺 不過他就說 一百四十一萬平方尺 他那個 一百四十一萬平方尺 他的意思就是 他除 因為這些人經常有些數字 數字是什麼 除這個是多少尺 二千一百九十八火 二一九八 即是算上三千火 即是每火四百七十尺 那也是很小 都是很小 我覺得正常 我覺得一個房子 如果單人住的話 你怎麼知道有兩三百尺 三百尺 如果你一家人住 怎麼知道有七百八尺 我覺得這個很基本 但是現在全部都壓縮了 你至少有大家的一個生活 私人生活空間 但是香港一直做不到 嗯 然後我們又說說另外一件 一位補習男導師 懷疑不滿 一名男子騙財 兼背叛他 就計劃行兇 就找來一個打窩 並且跟他曾經發生過性行為的女戰友 保管一些真槍和滅聲器 又帶一個女戰友去示槍和指示他殺人 那雖然這個殺人計劃是沒有實行 但是已經被人拘捕了 那條女呢 各人都被拘捕 即是那條女和那個男補習老師都被拘捕 那昨天已經是被 他想殺什麼人 還沒殺 那個計劃還沒落實 他想殺一個什麼人 殺他一個男子曾經騙財 兼背叛他的一個男子 那條女又肯制補他嗎 因為有個性行為 是呀 曾經與他發生 我搞了 叫他們不要試槍 試槍是危險的 是 我自己才是各產2007那個 哦 那他其實是沒殺人 但是已經判了六年半 那條女不明白那個樣子 沒有樣子的 因為我聽說你那個是廣告來的 為什麼那條女那麼熟 所以才問呢 是一個廣告來的 廣告來的 就已經判了六年半了 握槍當然判了六年半 槍很重 嗯 嗯 還有他說 他說 對不起 那個女友人是管理槍械判六年半 但是這個男子呢 指使別人去殺人 就判了27年 哦 27年這樣就合理一點 嗯 27年真的 是啊 就什麼 但是問題爆了出來 那個 但是那個爆了出來 這些都是屬於一些比較蠢的行為 嗯 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文就到這裡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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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回到新聞聯播三月十一號 有我子晴和大師在這裡 先和大家跟進回兩岸國際的新聞 看見我們都是繼續說回俄烏的局勢 俄羅斯軍事入侵了烏克蘭的行動 進入了第三個星期 其實之前也談判了三次 我們星期二的時候也和大家說過 大師認為可能只是一個姿勢 即是一個政治姿態 他們談判的話 假新聞 還說那宗建築物是產科醫院來的 不是喔 那只是否認 那真的否認 你先說 你先說 我知道什麼事 哈哈哈哈 他就說 其實早已被烏克蘭的士兵接管了 其實馬利烏波爾已經被俄軍包圍了一個星期 那烏克蘭的外長呢 烏克蘭的外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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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指責俄軍呢 就脅持馬利烏波爾40萬人的人質 說當地人其實缺乏 電啦 暖氣啦 水啦 手機啦 信號啦 等等的 嗯 他們就說是 首先我講那個是什麼 那個 俄羅斯就說 那裡其實是一個恐怖分子的基地來的 喔 那其實就那裡的地方 就應該就我所知 所以他們真的有些兒童人在這裏 其實就是他們那些鎖擊手在裏面 那裏繼續是找醫院的 不過你的鎖擊手就找到 哦 即是同時間有些醫院而已 不是 他們沒有的 只不過他們走進去 不是同時間 他們走進去醫院做鎖擊手 就是等於黑暴的時候 人們找些年輕人出來做什麼 到時的時候就說 你打平民了 其實就是一樣的 從來這些黃絲也很喜歡做這樣的方法 就是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方法 但是反而那些獨裁政府他們就不會這樣做 只有自由主義 因為他們說這樣就可以屈你 就是他們你知道 全部的畫面漂亮不漂亮 就是做些畫面給你看 OK 道常人分子好像很少做 因為道常人分子 他們很簡單地做這件事 就是因為 他們都不是李文耳那些東西的 所以他們就不會屈你了 就是不會做錯的 就是我說了 所以既然你們 你將平民 你將平民來做肉心 我就炸了你了 嗯 我想他們要知道普京他們的想法 在他們心目中 是可以草加人命的 就是說 你問題是人質 你既然做得初一 我就做十五 明白嗎 但他們畫面漂亮不漂亮 就是西方特意報道你 即是他讓你很尷尬 就是我那些人這樣 你殺我 你殺我 就是不人道 你不殺我 就是躲在這裏 撿你 但俄羅斯就一定不理 不人道就不人道 一定撿你 因為 這個也是這樣說的 那你如果這樣說 你以後都不敢努力 你說我能幹 也是一樣的 你一直這樣說的 因為 之前在車神那裡的時候 就是十幾年前在車神那裡的時候 那些射擊令到車神做得很嚴重的 嗯 那他到達那些神槍手的到達是怎樣的呢 俄羅斯是怎樣到達就是捉死神槍手出來殺呢 他派有利 他派一個人給你割 然後你割的那個人他就留在你那裡 噢 就是我剛才做到這樣做到這麼殘忍的嘛 普京去到2000年的時候 那個大劇院怎麼看 一百七十五的人治 嗯 我忘記了一百七十五的人治 嗯 打算沒事了 那是否跟普京 被電力衝過去全部人治死了 カього 那是你全部不敢 你知道 커� absor敞後 他現在就這樣啦 他都要政治 說是論質 獨裁政府不會想過這些 你是民主席 我也是民主席 大民主席 我就屈 屈 所以 黃絲 就用血 一二零一九年的 黃絲 號 有不同 方法 明白嗎 這是有道理 有大老婆 有的大老婆 其實就是消息 但是現在人家有力的人就打你了 你們自己 這個是你們自己拿些什麼來做 拿些什麼來做 你們自己人肉困牌 你自己人肉困牌 我們就不理你的了 我們放那路給你走 我剛才最怕他們不要緊 你們殺多少都不要緊的 因為他們東部的時候 頓巴斯 東南部 他們東南部大概是會有 他們現在的炸友佔領回去 頓巴斯其實那兩個 東部兩個國家 他們佔了一半了 現在他們就打回全部 還有希望拿到樓上的烏魚科夫之類的 就是希望這樣 變成他們就放了一條路 現在他們就說 批評他們的路呢 就全部都是去俄羅斯的 就說去不到西方 那些路全部都是那些人道通道 是去俄羅斯的 因為他們只是打算救回親俄的人 你們是親西方的 他們不是利好你們死活的 他們表面上就做了一條路 但問題是 既然你們自己人肉困牌 你們自己都不關心你自己人的生命 我什麼都關心你 你當我是傻嗎 就是這樣 好 其實他就說 較早前 星期三就說 原先是同意在基庫 馬利波夫波爾 和哈爾科夫 那些城市裏面就停火十二個小時 就被人走回那個人道走廊去撤離的 但是其實 現在是不是都沒有開到這個人道 那些人道走廊 他們一定要放一些人的 因為那些人是俄羅斯的 親 自己人是加健囊來的 怎麼會沒有人走廊 一定有的 就是你不在這裏說那些 他們不在這裏說什麼字 人道走廊 當然有那些字 加健囊來的 不是你們的 他們是殘忍的 尤其是東部很多都是親俄的 嗯 好 那些人都經常說 西方制裁俄羅斯 那英國方面 其實都見到 就是宣佈了制裁七個俄羅斯的 就是一個 呃 死了 就是制裁了 裁佛 是的 裁佛 那麼 英超球會 車路士的班主 阿巴莫惟治 也是網上有名的 由於班主被制裁 車路士的商業活動 都要全面暫停 包括早前宣佈 什麼出售球會 但是球會 仍然是會繼續參加比賽的 就是 人們覺得俄羅斯 或者什麼很慘 或者制裁中國的那些貪官很慘 其實他們拍手 就是俄羅斯人 大家拍手 制裁你就對了 就是抱歉 哇 你們管俄羅斯先走 就不捐回來的話 當然是對的 因為阿巴莫惟治 已經很聰明了 因為我捐了一些錢 我這些不要了 給你英國在大道路上 都要制裁他 就是他很聰明 很懂得制裁 那就是說 現在大家是為全世界的貪官 敲起了喪蹤 那時候我們在俄羅斯就貪了一些錢 因為英國倫敦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 叫做倫敦 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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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俄羅斯的人 貪死的錢 已經全部去了倫敦 想不到你會制裁的時候沒有貪官 俄羅斯只是拍手的 只是想到一張口是去簽滅他的錢 俄羅斯就沒有所謂 俄羅斯有好處 因為這些錢回不來 你制裁我的人都適合了 然後我就去制裁 我就沒收你麥當勞 就去搞你的在俄的英國企業 一樣的 大家互相 我是有賺的 因為這些人的錢就不回到俄羅斯 在俄羅斯卷民主運高 那之後中國的貪官以後就會很害怕 你的錢去美國又怎麼辦呢 俄羅斯才去英國 中國的錢去美國 那怎麼辦呢 原來貪了錢 因為美國也在收中國貪官的錢 所以大家原來去到是 完全沒有幫助 完全是沒有什麼的 其實大家很危險 所以你會見到 因為他最初是沒有效忠 你會發現很多香港的黃絲去台灣 或者去德國 去什麼 就立刻 乱橫折曲都要說的 就是有些事情 你罵中國有利了 你罵中國 是不是 但是問題就是 德國做什麼都在香港 就是如果你要去德國 台灣都做什麼 你不敢罵台灣 即是不敢罵你所在國 因為今天是扔你回去 沒收你的錢 所以你一去到台灣 去德國 去到英國 去到英國 都很狡猾 就很難看 什麼都會扔的 那些逃亡 離開香港的荷蘭都很想 但是在香港還有一些抗爭意志 去到那裡說 你是罵大陸 就是 你只敢罵大陸 你不敢罵你所在地 就是什麼都扔的 扔得很肉酸的 那種狀況 真的 我見到 就是 很可憐可笑的 他們乃士兵的狀況 然後另外英國方面 其實英國軍方就證實有少量士兵 就竟然善離職守 以個人身份去到烏克蘭參戰 那麼英國方面就鼓勵他們快點回來啦 這樣說 至少有四名 是的 就是英國的士兵 可能是鼓勵啦 英國命令啦 因為 你先來職守坐牢 軍事事件之後坐牢 然後去到俄羅斯 但是可能呢 因為俄羅斯如果你是 你自己去的話 你就不會受到軍人的對待啦 所以人家可以殘忍對待 殺了你 都沒有仇報啦 都幾危險 是的 那就是 希望沒事啦 如果不是就被人俘虜了 或者殺了怎麼辦呢 那你做得當兵的話 你都不要害怕殺的 雖然 但問題都不好啦 就是 你沒有軍事對待 軍人是對待的 嗯 好 那接著之後 歐盟就據報計劃暫停 逐步停買這個俄羅斯的能源 就是這個制裁啦 都是繼續的 但是又不會立即立立烏克蘭為成員國 是的 那就是 我想都很難 很難逐步立入啦 我覺得 你如果不用俄羅斯能源國 你覺得你的電費會增加了多少 我昨天在想 現在已經增加了多少 可能我忘記增加了多少 但是 我昨天才想 我小時候呢 我小時候 家裡不是我小時候 我再小時候 幾歲的時候呢 去我澳門的祖家那裡 他們那些燈是三十貨 四十貨而已 因為那時候電費很貴的 那你不開 冷氣不開 暖氣 明白嗎 你會變成那時候電是一件很貴的東西 那你就要全部那些電都不開 你會去到很多人負擔不了 我相信 在全球化之後 大家再難 就是很難能夠忍受到 然後 回回頭 正如有一個很聰明的 我們有一個很聰明的 警務 即高級警官那些 我不知道什麼鬼是什麼 昨天你也說的 是負責 負責整個方艙醫院 他說 我不知道香港人 原來是不習慣用蹲刺的 是 蹲得很累的 是啊 我想你現在才知道 雖然 我認識很多女生 都是不用蹲刺的 是用蹲刺的 我認識很多女生的意思就是 她們是不會碰到廁所板的 嗯 很骯髒的 是吧 對 對 對 很多女生不會碰到廁所板的 所以她們都是實際上有蹲刺的 嗯 是的 我那時候見到那個人就是 她去廁所 那個女生跟我說 她看到我另外一個女生朋友 是大學妹來的 她一進去 她去廁所 她說 她看到她沒有三門 第一 第二是兩隻腳站在廁所板上 嗯 就是很多都這樣 其實蹲刺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其實蹲刺比較好 如果你在一些方艙醫院的環境裡 但是她說她那個人就說 我不是習慣很多人 什麼蹲刺 就是我想很多人都 我想那些人回不了頭 就是我自己知道 為什麼說蹲刺呢 就是你現在用不回蹲刺 能源你用不回 就是能源你回不了頭 電你回不了頭 是啊 就是現在各個都可能會有些爭拗 就是因為她們依賴俄羅斯的能源 那個程度都不同的 是的 沒錯 因為德國就依賴得多些 嗯 OK 馬克龍也都說 其實烏克蘭都仍在戰爭 都不是加入歐盟的好時機了 那就是你們不肯什麼 都不歡迎她 是嗎 她都說歐盟一定要小心一點 目前就應該不要加入烏克蘭住 但是就完全拒絕烏克蘭等國的申請 是 那當然是拒絕 那問題就是這樣 其實不是什麼拒絕 因為那些人太窮了 你三千多元 你三千多元美金一年的GDP 那人的GDP 人家這兩三萬很難接受 你的窮鬼走了過來 是嗎 窮鬼 不想接收你們 沒錯 那是謝震忠 是 說不習慣去廁所 不習慣用蹲刺 噢 笑了 然後另外韓國後任總統尹錫悅 他昨天發表這個當選的勝利演說 其實真的差一點 那個票員就贏了勝利那個 那樣 表示就會重建韓美同盟 其實他當選 第一個打給他 竟然是拜登 拜登就打給他 即是捉獲他 現在是否美國和南韓的關係閉嘴了 他重建薩德會很危險 如果重建薩德的話 我想朝鮮會和朝鮮和中國都很害怕 因為實際上薩德對中國 就是要幫美國做跳板 所以他做薩德很危險 整件事 很危險 我覺得我怕中國 整個朝鮮半島會變得很嚴重 是 即是中韓關係又會起變化 如果他和美國近一點 是 OK 大師對這個人當選 其實有沒有什麼看法 會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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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件事很危險 即是變了 他有走兩條路 即是變了 大家要歸邊 他不可以中立 美國要歸邊 而他們是這幫人 這邊是歸邊 即是你會見到 波蘭想歸邊 波蘭歸邊 大家全部歸邊 所以歸邊 歸邊會很危險 即是整件事 這個世界 即是美國因為他已經 其實是美國的勢力衰退了 所以他就調歸邊 他已經不能夠容忍他 即是這樣 即是我有女朋友 那我如果呢 我呢 我呢 我又年輕又漂亮 坐下坐水的時候 那我覺得 我沒有什麼所謂 你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 我說 你喜歡就出去玩一下 或者晚上出去吃飯 那我就是 大丈夫 那我才知道 我沒有得了 那你女朋友 是一個小朋友 你那些人 應該是很小的 然後沒有人 應該去拍照 那你不要再拍照 那你那你怎麼這麼說 那如果你再投資 那你怎麼這麼說 就是那你… 那你怎麼看 那我可以中 diagonal 很多男人對女人拳打腳踢 或者是很bully的對女人 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男人條件差 條件好的比較少一些 雖然有 雖然有暴躁 但問題是因為你是很害怕你失去 你的條件不夠 女生好 所以你就會管他 管得緊一點 我認識她的打女人那些 條件好的那些 只不過是打而已 但問題是女人隨時走路 她都不太介意 明白嗎? 我指的是男女關係就是 你的男人條件越差 對女人的佔有越來越強 這個情況一樣 因為美國的情況是比較惡劣 所以對女人的佔有越來越強 嗯 你不准離開我 是啊 沒錯 因為她沒有信心這件事 嗯 OK 然後之後其實呢 就是 俄烏的戰爭也都令到 大家關注台灣 台海的局勢變化 全國人大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言 代表團發言人 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大孝 那麽昨天呢也都是批評 美國和日本以台制華 就說了 美日在台灣問題上越鬧越激烈 那我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動 就會越強硬 就這樣說 那我毫無疑問 因為那件事 即是台灣也會在哪 所以台灣現在都沒有 都沒有玩戰略模糊的一個可能性 嗯 那種方法是這樣 所以 世界不是我們 你活在一個比較 你運氣不是 你活在一個比較 危險的世界 我們 我們都已經享受過好東西 你都沒有享受過 沒享受過嗎 我都覺得OK 你享受過 你享受過 一生最好的是甚麼 一生最好 一生最開心的事是做甚麼 加入亞洲電視 你真是太會講 可惜公司沒什麼錢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這個台海局勢就會越來越緊張 是 OK 跟著 我們又說一下 一些不是政治的事 其實 不知道大家兩個月前 有沒有留意到一則新聞 我也有看的 就是說 美國有一個 末期的心臟病男子 他就 其實在1月7號 就成功 就是 用改造的一個豬心 即是基因改造的豬心 就移植了他自己裏面的心臟 那麼 弄回的時候是很好地的 即是他都好像沒什麼 還好像很生歐歐那樣 但兩個月之後 即刻急轉直壞 即刻死了 最重要是因為這些基因有排斥 最重要是因為這些基因有排斥 因為豬跟人是很相似的 人類跟人都有換心 你們都是很期待的 即是他都不會很成功 但問題就是 現在人類我們等不及 都已經多了 但是我沒有想到一些很好的排斥 但其實有些排斥 你還沒有想到一些很好的排斥 我相信如果你做多些 好些 那麼他就說 至少他都活多了兩個月 即是都叫做 即是如果你現在死 即是你現在死 我相信以後會再試多一點 兩個月也叫做 譬如醫療癌的藥 都是給你三個月 半年 兩個月 下次再做的話 也可以有三四個月 所以你會一直拿人命去試 拿人命去教育 但問題 我也不認為是很失敗 其實他十年前也植入了一個株酸的心臟範膜 也創下了醫學界的一個里程碑 相信好像大使所說 他試得越多 可能就會再延長一點 不是 他試得越多 只是找別人來試 但問題就是這樣 但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 他說他移植了豬 移植了豬心 他說有些豬的性格 樣子很憎靈 那篇報道是這樣說的 但是他說 第一 他說 你的樣子可能不憎靈 第一 你做完手術之後 第二 就是他在研究究竟會不會影響到你的性格 因為這些人說很暴躁 但是 會不會有些基因影響到很大 正如 魏康那時說 不知道誰移植了之後 換了血之後 做了暴躁 但是可能暴躁是 不關事的 是不關你基因的事 是關別的事 就是你可能換了血 換了什麼 究竟會不會影響到你的基因 還是影響到你其他 因為你可能影響到的化學 也會比較暴躁 是一個化學的問題 還是一個化學的問題 是有關係的 現在有些人認為是一個化學的關係 是一個基因有關係 但是你不用化學的關係 你影響到性格 可能你的化學也會有關係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挺有趣 所以提出了討論一下 我們今天的兩個國際就先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